大学的甄水入学已经放榜 没有能够进入理想科系的学生 就得继续拼七月份的指定科目考试 而有精神科医生发现 最近因为升学压力而出现情绪障碍的患者 比平常增加了两三倍 这也许是一种战时性的现象 但是家长千万别把它当作孩子不想读书的借口 或者是汇集记忆 否则长期压力累积下来 可能会演变成重度忧郁 来到医院升星科 因为升学的压力 让高三的学生有了放弃人生的念头 今年念高三的大尾 只剩下七月的指考最后一次机会 好朋友已经考上理想大学 只有他的成绩不理想 压力变成了情绪障碍 情绪行为还有认知功能 跟这个身体上的一些改变 过高过低或是变得烦躁变得不耐 大概我们都要注意 患者出现暴躁的情绪沟通障碍 生理上出现心悸 倒汗失眠头痛肠胃不适 失败者的情绪让他无法自拔 医师指出这是一种情绪感冒 电心的适应障碍 严重的会演变成重度忧郁 往往一个念头转不过来 可能就会发生不可挽回的汗事 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能力 严重的时候忧郁症的症状会跑出来 对事情失去了兴趣 对自己不再有信心 三个月来大概说大概也多了 大概比平常多了大概三四个案例 医师表示大考在即 最近门诊因为升学而出现适应障碍的国三 高三学生比平常多了两到三倍 激性家长即面临情绪障碍的孩子 向身心科医师求助不是不可告人的事 症状严重的时候也可以透过适当的药物控制 协助患者走出情绪的幽谷 面对人生的挑战 记者黄泉宏群台中报道